我就寫了如何幫助思想素苦的人 有時候有些人都很難搞的 我就寫了一些要點 我簡單說出來,第一,對他們依然有憐憫的心和內心 第二,就是認同他們的痛苦和困難 讓他們感受我們的關心和同理心 第三,他們需要處理生命的 因為各人要按照本身所行或施或惡受報 大家看不見這裏,如何幫助思想素苦的人 在這個群組裏有的 第四,就是可以用問題引導他們,就不只是教導他們 那你可不可以開始逐步處理你的問題 那就可以引導他們,你想不想 整個人被醫治 你可不可以開始或者繼續建立同神關係 讀經,讚美神,討告,為任何的恩典感謝神 能夠每天都數一下五樣十樣的神的恩典 然後第六,就是繼續引導他們 那如果有人傷害,你可以怎樣用這四點來幫助自己呢 那四點下面就是ABCD 建立同神的關係啦 第二,放下人的傷害啦 分辨那些人是不是都是 即是 都是經常傷害人的 那就明白他們被罪控制 我們就 他們就沒有權並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不需要介意啦 這個事情他未必下子做到 但是呢 即是逐步不給別人影響 接受了他們是這樣的 接受了他們是會傷害人的啦 我們就不 我們就可以引導他 然後C就是 領受 加強自己正面的能量 即是思想和深信聖經的說話啦 還有呢 就是 人或者教會對自己好 就是所有正能量的東西 神那裡來 和人那裡來 教會那裡來的 就告訴自己 神在祝福我 然後呢 就可以呢 每天做一小步 你已經是進步了 那麼呢 如果他只是訴苦 我們就說了 我聽到你的困難 那麼我知道你辛苦 那麼你想脫離一些痛苦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宣告一些 簡單的說話 就是我親近神 愛神 神一定祝福我的 傷害我的人呢 是有他們的問題 他們的說話和行動呢 都沒有權並和能力的 他們不能夠拿走神的祝福的 我可以不去繼續思想 這個雖然是很難的 其實呢 有些 在我們群組中 我們幫助的人中 有些人都是 很多困難的 經常都是負面負面負面 那麼就 但是他每次找我的時候呢 我又每次告訴你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親近神 有沒有覺得平安興省啊 他說 有 這件事就好 你要在神那裡得力 那我又問他 你有沒有嘗試一下 告訴自己那些罪人啊 那些我們不用那麼介意啊 他們有些就說 我一時處理就會好一點 待會又忘記了 那我就不要緊了 那你就有進步過就已經是好 那你一發覺自己是這樣的時候 就繼續這樣做 而不是去繼續掃苦 那 即是怎樣去處理那些惡人啊 不讓他們影響啊之類的 那他們 那些很難搞的 都 輕微有改善 有些就很慢改善 有些就快些改善 但是呢 我心裡面就說 不要緊要啊 他改到多少就多少咯 那所以我又不會 我又不會急躁 但是呢 有些人我都用 即是有用時間去幫他們的 那他 就是輕微改善 那我最主要就是 我們不要因為這個 他們呢 而失去了 平靜啊 而呢 很猛的這樣呢 或者激氣呢 那就會傳遞那種激氣給他們 那這個也是幫助人的時候 一種的 去留意的東西咯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回應 關於這幾點 那點就是這樣的 因為呢 嗯 在人和人的愛呢 很多時候呢 會失去那個 感覺的 失去那個 歡喜的感覺的 那譬如男女 戀愛的時候呢 通常呢 就會很熱情的 就是 很常常想著對方 經常都 找對方 很歡喜跟對方 聊電話 之類的 那但是結婚之後呢 就很多時候呢 就會 冷淡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對方那些 不好的行為 對方沒有關心自己啊 對方太長氣啊 諸如此類的 那就會慢慢呢 就沒有了那個感覺 那當沒有了那個感覺的時候呢 那個關係呢 那個力量就很小的 就是變了呢 譬如在婚姻裡面呢 就是有時候覺得是很大壓力啊 很多責任啊 而不是想到 我配偶怎樣 我關心他 他會很歡喜的 就不是想到 在那個關係裡面 怎樣開心快樂 就會呢 很多時候呢 就會被那個 責任啊 或者對方做得不好的事情影響的 那 在這樣的情況呢 那個關係呢 是會失了力量的 和會辛苦的 那也都應用在父母和小孩 通常小孩出生的時候 父母都是很興奮的 那他 當然一個個的 那當他長大的時候呢 當他不聽話的時候呢 那父母就開始呢 他就 只是推動他要做什麼 或者不喜歡他什麼 就變成了 也都不是很喜歡的 就是小時候 是很喜歡一點的 寶寶那時候 但是越大呢 就可能呢 就越 越不是那麼喜歡 當我不是那麼喜歡的時候呢 子女就容易有反叛了 就是覺得 你經常都 嘔嘔嘔嘔沉沉沉 要我做什麼 要我做什麼 我都不喜歡聽 我就覺得呢 很辛苦 就是你經常都吹逼我 那這種關係呢 就令到 就是很多人呢 就在關係裡面覺得辛苦的 那如果 就是 一個人的關係和人呢 都是這種狀況呢 其實可以說呢 他是辛苦的 那我們 就是 感謝神呢 神就不是這樣的 神呢 當我們仍然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依然很歡喜我們的 當我們一親近他 他就歡喜的了 一聽他的話 他就歡喜 即使我們是繼續信靠他 他都歡喜的 就是單因為我們信靠他 神都會歡喜的 那這個就是 神和人的 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 神對我們的感情 還有那種興奮 開心呢 是遠比 遠比人 對人的開心 是多很多很多的 人通常來說 是很容易 就會不開心的 因為人也不開心的 那 那今天那個 那個 就是討論呢 最主要就是 會思想到 就是說 神真的這麼好 那麼喜歡我們 他不單止愛我們 就是 有時候有些愛是沒有喜歡的 嘛 那麼 神的愛呢 有愛又喜歡 而 就算夫婦 真的很多 你問他 你是不是很喜歡你的配偶呢 有些人會說是的 但是有些人 就是他講喜歡 但是又不是很喜歡的 真是說很喜歡的人 真的不是很多 你是不是很喜歡你的子女 很多人都未必回答 說很喜歡的 或者是你 你喜不喜歡你父母 就是 都是有很多人 未必說很喜歡的 就是 在那個關係上 就是 失去了那個 最 最 很單純 很喜悅對方 歡喜對方 而這個東西 是可以推動我們去 第一 深信 神喜歡我們 我們又喜歡神 就是說神這麼好 我就喜歡神了 我又喜歡自己 因為神看重我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所以我可以喜歡自己 那我又可以喜歡人 因為人呢 都是神 在他生命有奇妙計劃的 基督徒 就算不信耶穌的人 他都是 照著神的形象做 他都是有美善的一面 我們都可以 喜歡人好的地方 譬如我們的家人 有些不信耶穌 不過他們都有些 對我們好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喜歡他 那這個整個 信息的重點就是 就是 就是 是 喜歡神 有深信神 喜歡我們 其實應該說 是神喜歡我們 推動我們 去喜歡神 和 喜歡自己 和喜歡人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訊息呢 其實有一次我和 有一個人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到 他和他的女兒 就是 有時候有些 就是關係 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歡喜 那我就提他 就是慢慢 那個女兒 就會 會有些 反叛的 慢慢他 他覺得 他和父母關係厭煩 他開始不聽話 那時候就很難搞 趁他仍然可以 小時候 盡量表達對他們的歡喜 不單止愛他 就是不單是說 我照顧你 我是愛你 那時候呢 那個 子女 是會更加 回應的 那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訊息的觀念 就是 還有那個經文 剛剛傳了給大家 那 那個引導的方法 就可以 問 譬如 你覺得 譬如 譬如 你是結婚的 你覺得 你初戀的時候 戀愛的時候 你 喜歡對方 或者對方 喜歡你的心 和現在比較 是怎樣呢 當我沒有那麼喜歡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有些厭煩呢 然後呢 就是 就會 可以 又應用在同子女 會不會覺得 就是 小時候喜歡他 但是他不聽話 就開始有些不喜歡他 那就 變成他就會容易有反叛 那 就是引導他去 想到 神就是 真是喜歡我們 他的愛是帶著喜歡的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 去幫助人 去幫助自己先 就是每天都說 神現在很喜歡我 我又真是很喜歡神 神真是好 我真是很喜歡神 歡喜神 那就容易得力了 就不會這麼burn out 因為很多基督徒都很難 真是很深信 神喜歡他的 OK 那這個就是 我大約將那個 觀念 講出來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其實這個 稍為難一點表達的 一點點難的 但是用戀愛呢 還有父母和子女呢 就會形容到這件事情出來的 就是有些關係呢 真的父母很疼孩子呢 他很喜歡他 看到他就很歡喜 那個子女的動力 是會強一點的 就是聽他的父母說話 當然有些是會縱懷 我不是說縱懷那種 他又懂得教他 但是又不是縱懷那種 那種呢 是真的會影響那個子女多一點的 那那個引導的問題 都是說 譬如說 他在戀愛的時候 和結婚的時候 之後的分別 那個分別 有這個分別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你呢 覺得呢 好像有些 burn out 有些覺得 那個關係是辛苦的 覺得那個關係呢 是 不是那麼得力的 然後 他想到神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用這些方法去引導 對 牧師啊 想問一下 其實你和神的關係 如果 就是無論你自己好 或者是對方根本 和神的關係都沒有關係 你很難引導到他 覺得你和神的關係好 那你會感受到上帝愛你 那如果他平時都沒有做這件事 那他最負貸的感受到神的愛 那你現在講的 是不是就是帶領基督徒 就是建立靈命那方面 是不是 是啊 OK 那如果建立基督徒那裡 我就會這樣了 就是 譬如我現在假設 我現在是帶領一個基督徒 那我會 那我會 用回之前那些例子的 就是譬如說 戀愛啊 那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自己經歷過 或者你看到人經歷過 那在戀愛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戀愛的時候 真的喜歡對方多很多的 那 而 聖經呢 講給我們聽 那就是那裡 因為如果 用問題的方式 就比較長一點 我就不做那部分了 那以後我就會說 那聖經說呢 神呢 其實見到我們呢 他見到我們很多問題的 但是呢 神呢 他是依然 喜歡我們 他因我們歡欣喜樂 物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還有另外一個經文呢 我沒有寫出來呢 就是 就是這個婦人 因而忘記他吃冷的嬰孩 不連避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有忘記 神都不會忘記我們 就是他真的很深感情 很 很歡喜我們 我們做任何小事都很歡喜 那當你知道 譬如那個人還不知道 當你知道 原來神這麼喜歡你 去找他 你找他 你親近他 他就很喜歡了 那你 你會不會覺得 哇原來 這麼容易討神喜悅呢 譬如你說 我覺得 我都不知道神這麼好的 跟他關係可以 他這麼容易歡喜的 那會不會 當你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 原來 不難的 原來 神呢 我一 找他 他就歡喜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找神容易一些 不是救我們 救完美神才喜歡 我們一找他 他就喜歡 因為 以前有個姊妹 可能她平時 通常都沒有什麼關係 又不讀聖經 什麼都沒有 回來跟人 主要都是 社會 因為她一個人很孤單 很想人家 為什麼 她總是覺得 上帝 沒有不幫他 就是 是 他就覺得 是環繞 上帝幫不幫他 就是 至於你 跟上帝 好像他 沒有 不覺得 上帝愛他 他就是 幫不幫我 就是 我表示神 我愛不愛他 OK 那這個是一個 很真實的情況 因為很多人 都會 只是想到 神幫不幫他 那 如果一個人 就是這樣說 譬如他要這樣跟我說 那我就會這樣 去跟他說 那我說 你是否想 神幫你呢 你知不知道 聖經說 怎樣的情況 神就會很大祝福我們呢 那我就會轉了經文 因為 就是因為 在屬靈的輔導的時候 我們 不能夠 將那幾條問題 就全部 就順次去說的 那 就是 聖經裡面說到 譬如請他讀 過那麼多前書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做這麼多的 這些福音聖查經 和 查不同的經文呢 就是大家可以 希望記得 過那麼多前書二章九節 我想大家應該記得的了 因為 可能你不記得那個經節 但是內容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了 神是愛他人而為的 是眼睛未人 聽見耳朵未神 聽見耳朵未神 想到的 就是說 聖經講 就不是你 猛地祈求 神就給我們 而是你愛他 神就會給最好的給你 那當你愛他 神就很歡喜 神就大大祝福你的生命 那你想不想 那你想想 有什麼好東西神給過你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給你的平安 大美神有沒有平安 如果他連這樣都沒有 那就是說他可能 根本和神的關係都未曾入到 未曾入到的時候 那我們又怎樣呢 我們又退一步了 知道神是可以經歷的 真是可以平安慶省的 我和你一起祈禱 讓神的平安臨到你身上 讓你知道原來 我們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就是說 神就是和我們一起 這麼舒服的 神就是想把這種舒服帶給我們 那 就是有些人 他和神關係很疏遠 我就會提議和祈禱 那祈禱經歷到任何的經歷 我就說神這麼好 你越親近他 他就越祝福你了 那就是由他經歷神 而帶他進入去 更加去親近神 愛神 神就更加喜悅他了 神喜歡他 他就深信神喜歡他 他就以神為樂 他就會更多福氣了 是的 他喜歡祈禱 那些多數是為什麼呢 你問我祈禱 快點找工作 快點家裡不要吵架 就是通常都是為事務 他們就沒有明白到原來 他愛神 親近神 神的平安 臨在 就會帶給他力量 還有神會喜悅 就會祝福他 那這個觀念就是 我們可以建立 他的靈命的仇勇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馬上要轉用其他經文 如果是他真的很初步的話 如果我們真的面對面一個人 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 但是這次你們過了關 就查到一個經文 那就好了 我們的目的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目的呢 是將來我們遇到哪一個人 他的靈命有什麼問題 你就不是說 我帶你建議牧師 是你每一個自己親自去幫他 那你就即時去回應他的情況 根據他的情況 如果他根本第一級都沒有到的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 給他知道 神真的會關心人 因為神將平安賜給人 神是一個很平安舒服的神 你親近神 真的可以經歷到神的 而我們親近神 不只是求那些東西 我們是去愛神 去感謝神 神就會將平安賜給我們 那還有譬如 就算我們平日吃的東西 都是好吃的 我們都可以享受的 又說是神賜給我的 我就喜歡神了 那開始喜歡神 越喜歡神 神就越祝福了 這樣 那這個呢 就不會一下子明白的 不會一下子明白的 就是 一步步 那其實呢 我自己來講 我 上午 晚上也有Zoom 那我下午做什麼呢 下午洗碗 我就有找不同的人打電話的 那些人在家裡那些 我不是每個下午 不過我是有找不同的 那 的確他真的告訴我 他說你跟我祈言討 我馬上鬆了 舒服了 舒服了 那他 那我就說 那神這麼好 那你繼續增進神 那你繼續清理那些垃圾 那你的人就鬆了 就是我總是會 給他們盼望 那他們呢 就有些少進步 那我欣賞他們 那你今天 平安一點 舒服一點 那你以後就繼續這樣做 這樣 那大家在小組那裡的 那你可能遇到那個人是一級的 那你就要轉一轉的了 轉一轉就 就變成了你去示範 怎樣用其他經文去幫他去親近神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第一就是組長學到 怎樣去建立人的靈命 示範給那些組員看 那有時候 個個都比較穩陣的 那就是給那些組員去練習一下 怎樣用這些經文去幫人 那這個目的呢 你都可以跟他說的 我都可以跟他說的 就是說 不是只是硬斑斑 這次用這個經文 而是根據那個人的情況 我們懂得用不同的經文去回應他的情況 關於那一點 神喜歡我們 我想問大家 你喜不喜歡到神在下一步呢 我們能否相信神在喜歡我們呢 譬如你們都是有心去祝福人 那我就告訴你 神是喜歡你們個個的 個個都喜歡的 每一個都喜歡 因為你有心去幫人 神是喜歡的 那你會不會 經常告訴自己 神現在很喜歡我做的事 他現在很開心 他看到我就在笑著 他在笑著 你會不會這樣跟自己說 讓自己開心點 有力點 首先我們組長 能夠從神的愛和神來 歡喜我們得力 這個是第一件事 我們做到 然後 我們才能夠有持續的力量 就是為什麼我 有內心去幫任何一個人呢 就是為什麼有些這麼難幫 有些人我幫很多次 那有時候他都是從同不覆 在這個問題那裡 但是呢 幫幫一下呢 他有時候就慢慢提升了 但是為什麼我有這個動力呢 因為我知道神很喜歡 所以我不計較 我不計較 他進步得慢 進步得慢是他的問題 我只是做 我應該做的 那就是為什麼我有這個動力 因為我經常都要深信 神很喜悅 我們為祂做的一切 那我又歡喜神 於是我就可以開開心心 我又歡喜自己 我又歡喜人 其實那個歡喜和普通人的愛呢 就是譬如很多家庭的愛 父母 對兒女的愛 夫妻的愛呢 很多時候是沒有帶著 強烈的感情 他的感情是什麼呢 就是 千萬不要有病 平平安安的那種感情 就不是說見到他很開心的那種感情 神是見到我們很開心的 就是有些家庭是怎樣呢 沒有事沒有幹就沒有什麼的 一旦有事就很不開心 就覺得和他有感情 那這個只是 有危難的時候 他就覺得辛苦 就是覺得不開心 那大家能夠去到這個位子 就是說 我深信神真是很喜歡我 所以我可以得力 我做任何事情為神做 神都喜歡 那由因爲這樣我就很喜歡神了 那我喜歡神呢 我亦都喜歡神所喜歡的人 我又喜歡我自己 因爲我是神所喜歡的人 剛才聽到你說 我們親近神 就不是只是 就是教人家 就是引導人家的時候 我們親近神 不是只 就是一路祈禱的時候 不是只是去求 而是要 什麼 剛才那個 我聽到你不知道 愛慕神 是要愛慕神 歡喜神 喜歡神 是要愛慕神 歡喜神 喜歡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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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是很久之前 我聽到你 就說了一段 就是說 神是可以經歷的 然後 就可以為對方祈禱 可以讓他能夠明白到 上帝林載 是有平安 我們就是要去到親近神 而不是只是去祈求 然後我就很想 一邊聽你 如何去到 繼續說 那你就說 是 我剛才聽到 好像是 是不是要多感恩 其中是感恩 多感恩 還有愛慕神 喜歡神 喜歡神 好 好 還有沒有 漏了什麼 我 如果你說 說了幾多東西 去經歷神 和得力 那我就會這樣說 就是 首先 信心 如果這樣 信心 我相信 神真的 愛我們 神真的 歡喜我們 信心是很重要的部分 為什麼我 說信心呢 因為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有祈禱 他有讚美神 不過他總是覺得自己不到位 他總是覺得神不喜歡他 自己不夠好 那我就會跟他說 你有祈禱讚美神 神就喜歡的了 已經喜歡你美救完美 不要緊的 神已經喜歡 即是說我們做任何事 合乎神的心意 神都喜歡 這是信心 因為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他 就親近我們 我們就多結果子 我們就 總之我們愛他 他就為我們預備 人生未曾想到的 即是說 神是 我們每次都 回應我們任何的小動作 向著神做的任何小動作 神都喜歡的 這個信心是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這陣子祈禱不夠 我又 神也不太喜歡 我跟神關係不太好 他總是覺得 我以前祈禱很多 我那時候 可以很進入神同座 現在沒有了 那我就 神現在不喜歡我 那他就會很 就是他將自己壓低 就是令到他自己無力 但如果他經常都說 我親近神神就很歡喜了 現在神很開心 在天上笑著 看著我 很開心的 那他永遠都不會覺得 跟神關係是難的 因為他覺得我親近神 神就會歡喜了 當然他可以越多親近神 就不代表他說 我每天三分鐘 愛慕神就夠了 他就會說我越多親近神 神就越歡喜 神就越祝福 所以我越多親近神 總之我們做任何事 適合神心 而神都喜歡 就是這個要點 這個信心 因為聖經說了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這一切的恩典 我們親近他 他就親近我們 他也會叫我們結果子 聖經是說了這些應許的 信了這些應許 人就會得力 那這個信 和心靈誠實敬拜 相信神的愛 這次這個信息也很重要 就是知道神喜歡我 我又喜歡神 神就更加喜歡我 那我喜歡人 神又喜歡我 我喜歡人 我不是喜歡他的不好的東西 我是喜歡他 他作為一個人 他是可愛 他是照著神形象所做的 他是很寶鬼的 我喜歡他 我因為看重他 神就會歡喜我們 看重他 這個就是 神喜歡我們 所以大衛說到 神的聖文 是真是 又善又美 是我最喜愛的 這是神喜歡的東西 我們愛自己 神都喜歡的 因為愛人如己 因為我們都愛自己 我們珍惜自己 神都是喜歡的 還有遵從神 侍奉神 這些一向我都說的 很多點 這些都是神歡喜 OK 不要緊的 你可以寫得一樣 我想想想 還有些什麼補充 又不用很緊張 是明白 流感是怎樣 是明白 因為 我會覺得 傳統教會 通常祈禱就是 一尾求 但是一尾求 求求求求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 不只是求 我是很想 他們都知道 親近神的時候 不只是做這件事 是可以愛母神 歡喜神 喜歡神 用信心 用信心 心靈誠實 去到敬拜 這件事更加重要 對 而不是一尾有你自己說 不管上帝 究竟是否在聽 所以我們都試試 各個的組長都試試 第一 想到神多可愛 於是我們喜歡神 又知道神喜歡我們 亦都喜歡自己 喜歡我們的組員 喜歡周圍的人 都是說 神真是好 神去更新這些人的生命 真是好 我一方面說喜歡 但我另一方面都說 我們如何提升生命 這個沒有矛盾的 不是說 我譬如 提醒大家 我有什麼進步 這個進步只是說 我們更加得到神的喜悅 不代表就是 你們做得不好 而是說 我們有什麼地方改善 就改善 我們進步 神就歡喜了 用這個心態 我們就對於任何的 可以改善的機會都會歡喜 都會說 我有機會改善真是好 神都會歡喜 OK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相信第一點就是 祖長們都能夠活在神的愛中 歡喜神 又深信我歡喜神 神又很喜歡 以神為樂 以神為樂就是歡喜神 神是我喜樂的來源 那你 的確不是有很多地方是會教導這些 因為不是這麼 正經有說 但是好像很多人就沒有什麼留意這些 就是 也都不覺得 經常都會覺得 你要做多些做多些 你才是神才歡喜的 就是好像你要做很多這樣的感覺 我也是叫人做很多 不過你做少許已經開心 就不要等到做很多才開心 一做少許就開心 這樣 這個心態 我希望大家都得到 還有那些幫助人的時候 他少許進步 我讚他 你就進步了 那就是主要這樣 在 crunch? 我們坐到下 要擁有的那個 哪 Flying of Magic 進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